有时我们本来是全书而已 不小心里面有放东西也没有列出来 吃越多,身体越不好 精神越 比较气动,生气 大家都吵起来 你看 不是说四书就 安静快乐 被骗 有时候放动物成分在里面 认为这样才好吃 得多卖起来 骗人家 有时候会放毒品在里面 他放毒品在什么肉里面 给人家上瘾 为了多生意 好恐怖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真的要真正保护自己 很困难 大家要多谨慎 多小心 还好政府 台湾政府现在有什么法律的 蔬菜的那个产品要列出来清除 不过我也不晓得他们清除多少 最好自己煮给自己吃就好 根本也不需要什么那个酥肉 酥肉我们自己 自己同性弄是ok 我问问看是ok 有没有什么那些 什么洋葱什么那些成分 别的外面 我不知道 我不能保证 ok 因为我要自己清静的 懂不懂 别人说偶尔吃一样没关系 不是煮那个给别人吃偶尔一次 无所谓 而且不是打肠的时候吃比较好 会打肠的时候就不能吃那些 吃那些就禁不下来 了解吗 念头会很乱 我告诉你啊 不是恐吓你啊 不是释迦牟尼佛讲 然后我直接进去 不是戒律的关系 是自己的ok 保护自己的关系 真正的师父精神体验 ok 不是若是佛为什么讲那样子这样子 你不相信是看看 自己关门起来 打坐三四天 吃呢 每天吃洋葱 我是吃一天 也可以 吃很多那样 有那些洋葱的 大蒜在里面 不是自己煮 放一些刚好好吃的 也不一定很多 然后打坐看看三天 然后来报告 师父这样对不对 不是说我吓坏你们干什么 我哪里叫你们就是想吓坏干什么 吃洋葱大蒜不是杀生 我哪里这样严格 我是劝你们而已 还好你看 所以释迦牟尼佛不讲又不行 如果他没有讲那些 我们怎么知道 奇怪 我师父是全书的 一点点东西也没有 怎么心情也是不好 他情欲也放不下 不晓得 是吗 所以我们还是感谢他 感谢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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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